两件作品把它放在一起 那我们刚刚有说过 这件作品它可以单独的放在两个空间 那也可以合而为一放在一个比较大的空间 那还有有几次我们把它在这边绑上那个绳子 把它钓到从天花板钓下来 那它也形成一个很美垂钓的立体的空间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花器 它会有很多层的一个应用 那就看你在你的空间中怎么样去尝试它 那希望这样子的一个花 会给你一种很诗情花意的日常的生活的感觉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用另外一个木框架 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呢 那个这个框架呢可以是三个一起用的 可以单独一个用的也可以两个一起用 那我们刚刚利用两个插座了一件有点呼应的作品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件作品呢 我要跟另外一个栏组合在一起应用 好那我们这个作品呢我们用这个 这个叫玉山虎其实它是番茄棵的一种植物 其实它现在已经到了它的花 就是整个植物的这个期末了 意思就是说其实它最漂亮的时候应该是在 每年的四五月的时候 那时候哇每一颗玉山虎都玲珑剔透的 像那个珍珠一样的漂亮 那现在呢它这个已经是到八月了 它的这个果实就会变成很少 而且很容易掉落 不过有时候我觉得那个果实的掉落 季节的一个凋零呢 或者季节的一个转变 也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 像这些年来我在大学里面呢 就是教他们这个中华花艺 那藉由这个中华花艺怎么样去让这些年轻的学生 年轻的孩子们 他们可以认识中国的古典节气 因为我们现在的孩子呢 他们都吸收都很喜欢吸收西方的一种美感 那他们有时候对自己的文化的这个区块是满欠缺的 那所以说像我在下学期呢 我就给学生上的课 就是中国的节气美学跟中华花艺的一个插座 那就让他们在插花中在光花响花中呢 同时也去感受到节气的一种美跟变化 那否则的话 即使他们在他们的学校在山里面 那仍然没有办法去感受到季节的一种变化的美感 好那我把这一支稍微的剪一下 因为本来想说这一支呢 虽然它没有伙食 可是还是很有那种碎石的一种美感 但是发觉它的质感太开了 好那我在后段呢 加一个这样的御珊瑚 然后我在前段也加一支的这个御珊瑚 好那就会构成这个前后的两个不同的镜 好虽然现在御珊瑚呢 它已经是属于比较在比较花旗尾端的 但是还是可以感受出 它这个御珊瑚的一种美感 好那同样的一样 我还是以下段呢 还是以这个杜鹃花 那当然如果平常杜鹃花 其实现在我们的花式呢 一年四季都会有很美的杜鹃 尤其是我们阳明山的杜鹃 我们阳明山的杜鹃叶子很小一叶 我自己非常的喜欢用 因为杜鹃呢 它很好雕塑它的作品 也就是说呢 杜鹃本身呢 它那个枝干啊枝叶的那种美感很好 而且它很有那个弯曲度 像各位阿华菩萨现在看我这样捡一支呢 就会发觉杜鹃本身 它的那个线条是很美的 而且它叶子也很翠绿 那一年四季你都可以运用它 就是春天的时候它会有花 然后夏秋秋冬 尤其是夜间进秋冬的时候它越美 那夏天稍微热一点点 好那我们也是一样用杜鹃做它的下段 那因为这个框架本身它是很小 所以我们在里面就不要再插太多的花了 因为我们常常讲说插花呢 多多许不如少少许 那然后既白以为黑 也就是说要留出适当的空间 那那个感觉是更好的 尤其是我们东方的艺术呢 我们知道留白的一个重要 所以我们在插一件这样的作品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要把它插得太满了 好那因为呢 空间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那有时候善用空间 把空间用得越好呢 那效果就就更好 好那我这个作品呢 我就用黄玫瑰来做竹花 好我用三朵的黄玫瑰来做这个竹花的部分 好那这个黄玫瑰 因为我已经先加了铁丝了 那它的加法就跟我们刚刚应用的方式是一样的 好 我们把它加 好然后一朵是放在里面的 好放在里面的 然后 好我们把它这样子 好然后我们再用一朵的黄玫瑰 好三朵来构成这个竹花的这个部分 好那我把这个叶子稍微减少一些一些 好那我在下段的地方呢 我加一片的这个 各位阿花菩萨可以看到 我现在手上的这个叶子叫金边月蓝 那有些人也叫它斑月蓝 斑纬月蓝 那这个月蓝呢 它颜色很漂亮 就是黄绿相见 像金色的感觉 好那我把它稍微的用一片 先拖一下 好让它有一点点色彩的感觉 好那这个作品呢 我们就很简单的用三支的这个黄玫瑰 然后加上那个珍珠茄子 也就是玉珊瑚 然后来做这一个小框架的一个感觉 那另外呢 我再用一个这样的一个篮子 各位阿花菩萨可以看到 我手上有一个这样很美的一个小篮子 看起来好像是那个 那个麻菩线瘦的那个仙桃 放仙桃的一个篮子 那也很像那个林黛玉 黛玉藏花时候用的一个篮子 那这个篮子呢 我各位阿花菩萨可以欣赏一下 它单独的欣赏也很美 所以有机会的时候 下次我们再擦一个单独的这个 兰花的一个运用 好那我现在把它搭配一下 我们这一件珍珠茄子的作品 好那我现在来用 再用一点点的珍珠茄子 因为 我们还有一点点 好 那我在这个篮子里面呢 其实也放了一个萨 好放了一个 一个萨 然后 像这样的一个作品呢 我们比较适合用有一点点 平出的角度 然后花不要插得太多 比如说 这一个 然后 我把它稍微的折一下下 我们看一下 我用一下 铁丝 把它折一下下 那这样的一个插座呢 我们藉由一个 木头的架子 加上一个篮子 就是 也是一种创作的一个方式 好 把它稍微折一下下 折出一点空间的感觉 好 再把它折平 好 好 那它就 会有一个 一个姿态出来了 好 那我下段呢 还是以 这个 杜鹃为 做它的下段的花材 因为 蓝跟这个搭配感觉上 跟木头的一种搭配感觉上 也是很 很适合的 好 那我煮花还是一样 选用玫瑰 因为黄玫瑰本身呢 色彩 非常的亮丽 那它在插座的时候呢 插座片的时候 也会有一种 蛮特殊的一种 感觉 好 那我用 玫瑰做我们的煮花 再把它插低一点点 好 那我的下段呢 我再加一点点的这个杜鹃 拉它的这个 深度的这个部分 各位阿博菩萨可以看到 其实这样小小的一片的杜鹃呢 它都感觉是 感觉是很 就是 都是那个叶子看起来也很有精神 然后就觉得它生意盎然的感觉 那我们常常讲说 花好在颜色 颜色可仿效 那花庙在精神 精神人墨照 就像人一样 它如果感觉上 精神焕花了 然后 又面带的微笑的 其实这个人不用 它有多美 那我们看了都会觉得 满心的欢喜 好 那我们这个小篮子呢 我们就用一朵的 好 一朵的这个玫瑰来插做 好 那我们藉由这个 木头的这个框架 好 跟这个蓝 好 然后 把它结合插起来一个新的一种 创作的一个花形 那我想 这样的花材呢 其实都是很容易取得 而且很简单的 那 不知道谁 哪一个诗人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 面对大海 春暖花开 那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卢瑰能够跟自然接近 那我们就会 心灵是非常丰富 很丰美 而且很光明的 那我想 我们植物是一个最好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伴 很好的一个伙伴 就是说我们可以跟他对话 可以跟他一起游戏 然后可以以他为创作的题材 所以 这样的话呢 我希望您能够尝试做做看 那燕子香花 片满十方 共养三宝 护华隆天 谱心众生 共入佛制 阿弥陀佛 我希望你能够尽 我希望你能够尽 你能够尽 我希望你能够尽 你能够尽 我希望你能够尽 我希望你能够尽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生命观是什么 生命不是单独存在 我们是山 我们是蓝天 我们是牛 我们是阳光 生命是一体的 所以生命电视台 就要告诉全世界的人 所有的友情 包括山和大地 跟我们都是一体的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所以打开生命电视台 让全世界的友情 大家合为一体 也愿大家多顾持生命电视台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